好 另外还要来关心的是 中国在他们东南海的沿海部署了飞弹 剑指台湾 已经是不少人都知道的事 不过负责这些飞弹的中国火箭军 最近有一个大动作 引起了美国智库学者的研究 就是呢 他们把这个东南方省份部署的飞弹 陆陆续续换成东风时期飞弹 而且这个最靠近台湾的 只有400公里 你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就发表了一个报告 他说解放军的火箭部队 正在东南方临近台湾的省份 把这个短程的弹道的飞弹升级 他们广泛部署东风时期 中程的弹道飞弹 那在部分这边距离台湾 最靠近的只有400公里 那美国的学者就怀疑说 是为了要来攻击台湾的防空设施 以东风时期高超音速的特性 减少台湾的预警时间 不过台湾的军事专家 就是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东风时期飞弹 在2019年首次亮相 如今中国正加快部署 这款高超音速飞弹 美国智库学者 埃弗莱斯7月初发表的 中国火箭军战斗序列报告指出 部署在中国东南方省份的飞弹 正一一被换成东风时期 报告指明其中部署在福建省永安 和广东省普宁的东风时期 距离台湾只有约400公里 推测是为了在台海发生冲突时 攻击台湾防空设施 并减少飞行时间 让台湾来不及反应 东风时期使用固态燃料 理论射程达到2500公里 配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以水平飞行避开敌方的雷达 和防御系统 但专家也点出这个特性 其实不适合从近距离攻击台湾 由于它这种特性 所以它射程会水平的弹道会比较长 那如果说利用这一种 400公里左右的部署的距离 想要攻击台湾 那么可能效果会比较差一些 同时也更容易被国军 爱国者三跟天空三行飞弹拦截 因此国内军事专家推测 距离台湾近的东风时期 其实是剑指台湾的盟友 所以我想东风时期的部署 很明显的应该不是针对台湾 反而是针对就是在 就是台湾周边的美军基地 像是冲城或者甚至菲律宾等等的 这些就是比较距离中程 而不是短程的这个距离 会比较适合东风时期飞弹的用途 另外埃弗莱斯的报告也指出 中国也在加速生产 射程至少3000公里 足以集中关岛的东风26飞弹 台湾紧张和美中关西袭袭相关 解放军任何风吹草动 美国都不会放过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